此刻高林两位长老看向叶辰的眼神也是充满了敬佩与关爱 叶辰以一己之力做到了整个六道宗都做不到的事情 哪怕叶辰只是弟子也让他们忍不住心生敬佩 此时此刻叶辰吃饱喝足 仰天阳目光闪烁地看过来 试探地开口问道 叶辰我对你一见如故 不如你我二人到天隐殿一须 看着仰天阳的眼神 叶辰嘴角勾起一抹糊涂 知道仰天阳肯定是别有心思 但他对此毫不在意 有守护神庇护 仰天阳根本不敢对他有任何的想法 而叶辰猜测的也没错 天隐殿是镇元殿专门用来讨论隐秘之事的地方 仰天阳邀请叶辰到天隐殿 也是想从叶辰口中问出 为何叶辰能引动守护神 甚至让守护神庇护 随后 叶辰与仰天阳二人来到天隐殿 两人落座下来 仰天阳正要开口 却见叶辰身躯一阵 叶辰 你可知这是什么 叶辰陡然取出了一块令牌 正是萧水寒留下的六道令 看到六道令 杨天阳也是神色一正 六道令不论是对 杨天阳还是六道宗的宗主 五段仓来说 都是传说中的东西 他们从未见过 但是此刻 六道令上散发而出的 恢弘气息浩荡无比 席卷诸天的威严 无一不向人证明着 六道令的真实存在 竟然是六道宗祖师爷留下的六道令 杨天阳心神震荡 叶辰能够获得六道令 不论萧水寒如今是否还活着 叶辰手持六道令 就如同萧水寒亲临 南盛是萧水寒的好友 而杨天阳作为镇源殿的宗主 他称南盛为祖师爷 也要称萧水寒一生老祖 杨天阳见过老祖 杨天阳当即跪倒在地 对着六道令恭敬无比的拜服 其实说到底 六道宗衰败 萧水寒消失 杨天阳根本不在乎六道令 但他在乎的是 手持六道令的叶辰 叶辰背后站着守护神 他若是不恭敬一些 叶辰发怒 他可是吃不消 见到杨天阳这番表现 叶辰满意地点点头 随即开口说道 起来吧 我拿出这六道令 是前来索要六道宗的圣源之心的 还劳烦养宗主交出来 叶辰由守护神庇护 此刻淡定自若 看着杨天阳直言不讳地说道 圣源之心 听到这话 杨天阳确实心中一惊 猛地抬头看向叶辰 眼中有了杀意流转 镇源殿掌控另外半颗圣源之心 已经很多年岁 这些年六道宗衰败 镇源殿也渐渐将这半颗圣源之心 视为己有 甚至想将六道宗手里的半颗圣源之心 抢夺过来 此刻叶辰索要圣源之心 让杨天阳感到无比愤怒 觉得叶辰盯上了镇源殿的圣物 不由地涌现杀意 叶辰 这圣源之心 这圣源之心怕是不能给 杨天阳冷冷地看着叶辰 只是话才说到一半 他的表情突然凝固 额头渗出冷汗 看向守护神所在的方位 一道道锋锐气息 此刻在天地中回荡 浩荡的血液之力涌动 守护神爆发出异象 而杨天阳很清楚这是为什么 算你狠 看着叶辰 杨天阳眼中闪过一抹狠辣 他很清楚 自己若是拒绝叶辰 恐怕他也会让守护神 毫不犹豫地抹出自己 到时候这偌大的镇源殿 无尽风光的宗主之位 就要落到别人手里 而且极有可能是 大长老吕天璐的手里 杨天阳舍不得放弃这滔天的权势 好 我给你 杨天阳郁闷至极 随即让叶辰跟他 前往安置圣源之心之地 虽然镇源殿只掌握着半颗圣源之心 但圣源之心的力量太过浩荡恢弘 简直就是公餐造化 汇聚了天地间一切的净化 强大到了极点 因此镇源殿也无比宝贵这半颗圣源之心 将它放在隐秘安全之处 确保圣源之心不会被人夺走 而在此刻 杨天阳确实带着叶辰来到了镇源殿的藏书阁 镇源殿的底蕴不如六道宗 所以藏书阁中的功法典籍也比六道宗也略差 但也极为不凡了 藏书阁一共九层 此刻杨天阳确实带着叶辰来到了顶层 在顶层的上方竟然是张灰红的图圈 这图圈中刻画着满天星辰浩荡环宇 看上去如同真的一般 这是昔日祖师爷留下的星空幻灭图 这图圈之中蕴藏着一个小世界 而圣源之心就藏在这小世界中 没有镇源殿的宗主之令 根本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 杨天阳目光闪动 想到要将珍贵至极 早就被镇源殿视为己有的半颗圣源之心 交给叶辰 便肉疼得不行 不过叶辰身后站着守护神 此刻甚至可能在虎视眈眈的看着自己 杨天阳不敢犹豫 下一刻直接祭出镇源殿的宗主令牌 进入着星空幻灭途中 杨天阳进入图圈之中 夜晨便看到这图圈内的浩瀚环雨里 突然多出了一道微小的声音 这正是杨天阳 而杨天阳手持着镇源殿宗主令牌 此刻他手中的宗主令牌 却是绽放出了无尽光芒 在浩荡环雨无尽星辰之中 一颗光芒最暗淡 最不起眼的星辰 在此刻突然亮起 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无尽的纯粹灵气席卷而出 能够让诸天震动的可怕伪力流转开来 这一颗星辰在漫天星海中飞射而来 下一颗便直接落在杨天阳手心中 化作半颗如同琉璃般纯粹通透 盛结无比且蕴含浩草浩荡神威的金色心脏 杨天阳的身躯在图卷中的环宇中一晃 下一颗便出现在叶辰面前 而他手中依旧握着着半颗金色心脏 正是镇元殿掌握的半颗圣元之心 给 杨天阳恋恋不舍地看着这半颗心脏 将这心脏递到了叶辰手中 叶辰看着金光璀璨盛气流转 仿佛是世间最纯粹至美的 汇聚体一般的圣元之心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不得不说 圣元之心的脉象太非凡了 哪怕只是半颗 也让人感到无比的圣洁纯粹 仿佛蕴含着无尽伪力 难怪当初六道宗 要将圣元之心一分为二 只是半颗圣元之心便有如此力量 若是一整颗 恐怕会引动诸天万界的大战 当时已经走向没落的六道宗 根本守不住这圣元之心 叶辰从仰天阳手中 接过了圣元之心 却险些跌倒在地 眼中不由地闪过一抹惊骇 这圣元之心的重量太过骇然 比黄泉之水还要沉重得多 简直如同一颗真正的星辰 此刻 仰天阳看着叶辰将圣元之心收了起来 目光闪动 忍不住开口问道 我想知道 你为何能引动守护 杨天阳的话没说完 叶辰目光已经淡然地望过来 不用问了 这不是你能够知道的 叶辰的语气很是漠然 杨天阳健壮 恨不得一掌将叶辰拍死 但是在守护神的威势下 却不敢有丝毫放肆 好了 我要离开了 叶辰转身向藏书阁外走去 同时对杨天阳开口说道 记住 做人不要忘本 你镇元殿有今天 是六道宗的扶持 如果你不懂得感恩的话 可以换一个人 来坐着宗主的位置 叶辰最后这句话 让杨天阳瞳孔一缩 感到了无边杀意席卷而来 守护神在帮助叶辰 给他压力 看着叶辰一步步走出藏书阁 杨天阳站在原地 目光阴沉不定 杨天阳身处藏书阁心事重重 并没有跟随叶辰一起离开 对此叶辰也并不在意 随后叶辰在镇元殿中 找到高林两位长老与君末 便准备离去 而与叶辰大战一场的凤语司 此刻却是目光复杂地看着叶辰 只是全城叶辰都没有看他一眼 更没有提出 要让他同行做婢女之责的话 叶辰告别镇元殿中的众人 直接与高林两位长老 与其君末一同 潇洒地离开了镇元殿 出了南盛城 君末便向叶辰告辞 原来他家中有事 目前要回去一趟 不知是什么事吗 需要帮忙吗 叶辰看着君末关心地问道 此行君末为叶辰做了很多 因此叶辰也想为君末做些什么 哦 没什么 只是一些小事 我自己回去一趟即可 君末笑了笑开口说道 好 如果有麻烦 务必联系我 叶辰郑重地看着君末说道 随后君末与叶辰道别 便先行离开 而叶辰也看向高林两位长老 淡然说道 好了 我们也走吧 此刻 高林两位长老看着叶辰的眼神充满了热络 他们已经将叶辰当作了六道宗崛起的希望 而叶辰的表现也担得起他们的期待 同时 高林两位长老心中也有无数疑惑 比如镇元殿的守护神 为什么会庇护叶辰 但这一切高林两位长老都没有开口询问 因为他们清楚 叶辰有自己的秘密 叶辰不说 他们也不会追问 高林二位长老对叶辰甚至心怀敬愧 他们给予叶辰最大的尊重 甚至不再将叶辰当作弟子看待 而是当作同辈看待 和来时不同 回六道宗的路上 高林二位长老对叶辰的态度好到了极点 简直是无微不至 而在另一边镇元殿内 仰天阳此刻也已经脸色阴沉地 从藏书阁内走了出来